一头牛为何一日连杀三人 这是由木叶偏仙分享的第38个英国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释迦摩尼佛还在世事的印度 当时有个福加沙王 因为读诵了十二英元经而误导 他于是召集了群臣宣布传位给太子 自己要出家修行追随佛陀 那天他到王舍城中起誓 谁知刚到城门被一头母牛抵触而亡 牛的主人觉得这牛把出家人都给抵死了 是不祥之物 于是就把牛给卖了 买主买下牛后牵着牛到河边饮水 牛突然发起风刺的从背后用牛角攻击买主 把买主活活活给盯死了 买主的儿子很是愤怒 当场把母牛给杀了 并把牛肉拿到市场上去卖 有一个乡下人苦爱吃牛头 买了母牛的牛头用扁担挑回家 乡下离城市路途遥远 乡下人挑着牛头 里家还有一两公里处 打算休息下再回家 于是他把牛头用绳子拴好 挂在树上 坐在树下休息 过了一会儿 绳子受不住牛头的重量 断裂开来 从树上掉下 刚好落在那乡下人的身上 而恰巧那尖尖的牛角 正好扎进了乡下人的头颅里 乡下人当场死亡 这一头牛 一天连杀三人的事情 很快就传开了 福家沙王的好朋友 平沙王 听到了这件事 感到十分惊异 他带领了群臣 来到佛陀面前 恭敬鼎礼佛陀后 询问为什么这头牛 一天连杀三人 是什么因果 于是佛陀 娓娓道来 过去时时 有三个商人 结伴到别的国家经商 有一次 他们寄宿在 一个独居的老妇人家里 寄宿 本是要付食宿费的 但这三个商人 看到这老妇 孤身一人 家中无人 于是就起了赖掌心 他们趁着老夫人 外出的时候 没有付钱 就离开了 老夫人回来后 发现三个商人 都不在 行李也不见了 去问邻居才知道 他们已经走了 老夫人心里很气愤 很不甘心 于是就去追这三个商人 直到追的精疲力尽 才追上 老夫人很生气 责备他们 并要他们付账 但这三个商人 欺负老夫人无依 不仅不认账 还耍赖说 已经复过了 还对老夫人 又打又骂 老夫人势然利孤 自然不是对手 账没逃回来 反而遭打骂 心中起了恨意 于是 诅咒这些商人 我只是一个 贫困无依的老人家 你们竟然忍心 欺负我 大骂我 我老了 没有力气讨回公道 但你们的恶行 我绝对不会原谅 我发誓 下辈子只要再相遇 我一定会杀了你们 即使你们已经修成正过 我也要去你们的心里 佛陀告诉平沙王 那个老妇 就是这头母牛的前世 而那三个商人 就是被母牛杀死的 三人的前世 他们会遭此厄运 也是自己前世 种下的恶因 成熟的结果 牧业偏先感言 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像种下一颗颗的种子 善因种善果 恶因种恶果 而我们今生所受的种种 也都是种子成熟后的果报 有些是今生种下的种子 成熟了 更多是无数是种下的种子 成熟了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过 今生做者是 显示前世